Hello,大家好,我是杰哥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Saninborn Carve 顺便来庆祝圣诞的同时 测试手机 没错,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就是 realme 10 Pro跟10 Pro Plus 这两台手机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 Let's go 首先我们先说外形方面 10 Pro Plus跟10 Pro Side to side对比之下 你就看得出10 Pro Plus的确没很多 在它的后背还有那种钻石排列 也围绕着镜头旁边 根据不同的光线质色下 整个手机看去是非常有层次 如果是10的话 它长得比较四方一点 如果你是喜欢四方力边边框的话 当然10 Pro是最佳的选择 在颜色方面都非常鲜艳 辱获少女心的配色 你要男性一点的也是有啦 它也是有黑色的 but then我手头上这两个就very the ladies 我就不可以展示太过man的手机了 在屏幕方面的配置 10 Pro Plus它是双曲面屏 而且是采用二次钢滑玻璃 坚异程度呢绝对会比以往的 双曲面玻璃来的更加坚硬 不像一般的双曲面屏 你随便跌一下就是LED 一LED的时候就是1200块不见掉了 so现在的手机很多都用二次钢滑玻璃 so坚异程度呢是有目共睹的 配置方面呢它是搭载了 OLED Display Full HD Plus的分辨率 至于在那个10 Pro的话呢 它是搭载了IPS LCD so颜色方面它会稍微偏红一点 nitter也会偏低一点 如果你是讲在户外啊你要颜色更加鲜艳的话 当然10 Pro Plus的表现会更加棒一些 如果10 Pro的话 LCD Display嘛 毕竟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定义啦 毕竟价格也不一样 10 Pro Plus稍微略高一点 10 Pro的话就稍微便宜一点 so这个就看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然后在解锁方面呢 10 Pro Plus是采用了 屏内指纹识别 10 Pro的话则是采用侧边指纹识别 在硬件配置呢 10 Pro Plus是搭载了天玑920 虽然有点可惜啊 因为在外国的话是1080 不过920的话够不够用啊 其实也非常够用 在安都督随便跑一下 也有50来万分 然后Compare with 哎呦 又在酷了 诶诶 酷了 酷了 So compare with Realme 10的话 Realme 10只搭载了一个骁龙695 不过好在的地方 这两颗处理器都是5G芯片 in future啊 如果是你的地方区域有5G线的话 至少这两台呢 还是可以S10继续用下去 然后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性能方面表现啊 如果是你们有针对游戏 你们要游戏好玩顺畅 帧率表现好的话 一定要入手更高配的10 Pro Plus 因为它是搭载了天玑920嘛 So在各个方面啊 比如说游戏的配置呢 都可以去到更高一些 至于在695的话 表现就属于中规中矩啦 至于在它的相机表现 虽然说10 Pro都是108MP 不过在里面的感光元件是有差别的 而且在他们的演算法 毕竟处理器不一样 能支持的演算密度更高 当然是10 Pro Plus所有啊 So 10 Pro Plus 拍起来呢 在噪点的处理降噪能力 照片的瑞化程度 看去呢 比较偏于真实 而且还带点复古的风味 继承了realme GD的系列一贯的那种拍摄演算 所以整个看去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至于10的话也不差 不过整体拍出来的表现它是偏冷 如果是你喜欢冷色的话 这个演算法你拍了你一定最外合很漂亮的 不过我更喜欢的是瑞化加点经典的filter So 那个realme Tempo Plus 比较得人眼球啊 我是这样说啊 哎呦 你也是讲Tempo Plus 比较好啊 是吗 会吗 不是啊 哦 你是讲要下去 Tempo Plus 才好用啊 至于在他们两个可能人像拍摄细节 抠图 两个的处理表现都大同小异 不相上下 在夜拍方面呢 我会觉得Tempo Plus的表现会更加优越 整体的画质看去特别的锐利 同时还带有细节 虚化也特别的自然 虽然说两个都是108 把点拍摄出来的效果是截然不同啊 然后现在我们测试呢 这一边是realme Tempo 这一边呢是realme Tempo Plus 双双啊 虽然说那个视频方面啊 都是108 030 可是在感光方面的确是有差别哦 Tempo的话它的感光都会稍微弱一点 噪点的问题可能会稍微弱一点 可是Tempo Plus的话 它处理不特别好 视频整个看去也比较smoke 在视频画质 Tempo Plus它可以去到最高4K 30 如果是Tempo的话呢 它最高只可以支持108 030 来吃 我不给它吧 走我们来做个总结啊 目前 OK 我帮你先 目前realme Tempo在大马只有一个配置 8加128 大马落地价为1299 Tempo Plus的话 它就有两个配置 一个是8加128 跟12加256 大马落地价为1599 跟1999 如果你对这两台手机非常感兴趣 当然你也可以到 铃铛的正我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细 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像我就是那个有话 不能好说的Mr.Jager 我相信这个视频出来已经 Christmas过了啦 OK啦就这样啦 拜拜 哎呦你还有拜拜 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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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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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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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呀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